泰国曼谷又发生了爆炸意外 目前的最新情况如何 我们要请佳浅来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我马上为你来查播 这是来自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这是泰国曼谷反正武示威地的根据地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起爆炸意外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掌握到至少有28个人受到轻重伤 其中有7个人伤势严重 而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28名伤者当中 可能还包括了记者 根据了解 这一起爆炸地点是发生在胜利 纪念碑的附近 目击者表示他们听到 非常大声的爆炸声响 因此目前已经有28个受伤 分别送往了不同的医院 而我们知道这一起反政府示威的抗议 今天进入第七天 其实这几天真的是风波不断 凌晨才发生 有人突然也是被爆炸所攻击 因此目前情况真的是相当的危机 而政府和反对派的对立升温 曼谷已经陷入了整个瘫痪 全是至少有200万人的受到影响 好 根据这一起爆炸意外 目前我们都还在现场了解当中 有没有更多人来受伤 或是目前现场最新情况 我们也会续时的来为您掌握 接下来再把时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 谢谢佳琪的中天新闻主播 陈燕宁呢也在现场 等一下会带回给您最新的报道 再长时间点 que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diferencia